嗨 大家好 看到了吗 今天十三位又飞上了我的小费楼 然后现在又到了 非常高的 海拔非常高的这个山上来了 现在的我瑟瑟发抖 而且呢 我现在身边有非常多的小姐姐 具体呢 我们就把镜头挪到这边来 我是小姐 不要挡住后面好不好 不要挡住后面 我是老姐姐小姐姐 我们先去干嘛 我们现在要去 你跟我走就知道了 哎呀是吧 走 这里的空气 新鲜 我要发工了 然后上面那个山顶 也是盛开了很多白色的花朵 好漂亮 我们现在是要到半坡上去 在茶叶吧 我们今天去摘的是小树茶 就是上一期不是有弄过几期视频 就是有摘那个古树嘛 但是现在的话呢 就比之前那种树年纪要小一点 因为我们这么多人 这么多小姐姐 咱们也不忍心 让他们爬到那么深山里面去啊 对吧 我们要连香西域 刚刚听那个大哥啊 说这条路是政府为他修的 你知道来这里多不容易啊 所以他做这个基地呢 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支持 对 香菇在那里面长没长哦 那里面长没哦 那里面长没哦 那里面多烤呢 你们去猫子吧 那里面去啊 那里有猫子超多的啊 那里面有猫子超多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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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多了 就是就是 这是一山红 在这一条路上两边都是 到时候全部开了的话 特别美 这个能不能拿回去种啊 可以啊 就是 能不能就是 在牵插是吧 对 可以牵插 那我等一下能拿一只 可以 我要在我们家边上也种上 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 终于爬到山顶了 然后在山顶的一个边上呢 看到了有一棵很小的 新鲜柳的茶树 刚刚大哥跟我说 比较近一点 这个是种子呢 就是它会开花 这个真的好神奇哦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是吧 这一点点呢 这一点点呢 物以稀为贵啊 这上面都没有 这个地方有 所以 别碰上了 哦哦 这也有一点点 这个呢 跟正常的那个茶叶不一样 但是它也是 这个嫩芽 它叶子比较大 但是它的这个叶子呢 是那种大的 这种子算是嫩芽 看一下 你看 哇 手能够进去 哇 这个顶上可以的 你看这个爬树 它没树呢 它已经上去了 会专业冷水 不要弄个实在美好 一点小时候就用清酒 好 这样就好 好 来 有点灾气 有点灾气 飓室 愿成肥做 然后我还从来 有点灾气 所以很肥厉害 有点灾气 刚刚摘了好多 一阵腰风吹过来 把我篮子里面的这个茶叶吹到了一半 现在只有这么多了 也不错 又摘了一会儿 然后半楼应该够了吧 然后田表姐让我休息一下 去吃泡 把这放在 我怕他们拿我 或是在煮成动口里面的 水粉 冬菇 薄水 冬菇 薄水 冬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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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冬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儿 很高兴认识你 我是十三妹 她是田表姐 好吧 回去 拜拜 下期见